男人来到神秘小镇,发现这里的人都在相互递纸条 他忍不住询问身边的长腿妹子,意外得知 收到纸条的人如果愿意,就能根据上面的房间号找到对方共度凉宵 男人瞬间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 除此之外,小镇还提供免费住房 饿了只要动动手指给商家刷一波好评,就有吃不完的食物 唯一需要遵守的是,这里的人只能恋爱,不能结婚 而且成为小镇居民之后,将终身不得离开 男人名叫苍山,一天前他被高利贷追债,差点被活活打死 黄医导师救了他,并邀请他去小镇生活 不但能逃掉巨额债务,还能在自由国度里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这样的好事,任谁都不会拒绝 苍山坐上通往小镇的大巴车 到达目的地后,工作人员在他的脖子里植入芯片 随后根据指示,苍山拿了钥匙,来到被分配的房间 这里不但干净整洁,连提供的衣物都是全新的 为了让新住进来的居民熟悉环境和规则 房间内还有一本指引圣经 苍山根据上面的指示来到游泳馆 没想到,就在他换上衣服的时候 一个妹子突然递给他一张纸条 此时的苍山一脸蒙圈,完全不明白对方的意思 随后他来到泳池,发现有好多男人 在给一个名叫小绿的妹子递纸条 询问之下,苍山才搞清楚 原来纸条的用处竟是男女恋爱的敲门砖 只要他经历允许,就算同时找几个对象都没问题 肚子饿了就去大厅刷好屏 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假如什么都不想做,那就回房睡觉 就算在床上赖上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人管 刚开始,苍山十分享受这样的日子 但时间一长,他开始觉得乏味又无聊 就像是一只被养在猪圈的猪 这天,小绿邀他一起外出工作透透气 苍山立马同意 来到目的地后,大家根据导师指示换上衣服 用全新的身份,帮并不了解的议员投票 完事后,他们又回到车上,换上另一套衣服 拿上导师分发的三部手机,到新开业的店铺门口拍照打卡 并将其分享到网上 工作结束后,每人还会得到一袋食物的奖励 虽然只是些吃的,但最起码能让无聊的生活增添几分乐趣 晚上,苍山坐在床头喝啤酒 一个女孩来到他的房间 原来在下午工作时,女孩小方向他递了纸条 可苍山突然没了兴致 他开始厌烦这种感觉 觉得没有感情的交往,就像机器人似的,毫无乐趣 两人什么都没做,只聊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小方让苍山陪他去看望女儿 原来,小镇居民的孩子是被集中圈养在一起的 孩子们只知道吃和睡,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 看到这样的景象,苍山不仅感到惊讶 不敢想象,这些孩子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这件事的影响下,苍山一整天都心事重重,欲揭难消 这时,四眼邀请他们去爬围栏 无事可做的几人便同意了 可到了那里,四眼跟小绿却站在原地没动 只有苍山跟小胖往围栏外跑去 哪知,跑着跑着,脑子里突然播放出一段音乐 他们没往前走一步 音乐声就会增强一分,直到人体无法承受 两人才赶紧往回跑 询问之下得知,原来这是植入脖子里的芯片发挥的作用 导师身上都配有控制器 假如有人走出范围之外,就会被折磨至死 苍山第一次感到恐惧 这根本不是所谓的自由国度 而是无法逃脱的万丈深渊 但比起他的担忧,其他人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小绿还拉着他们去试药 完成工作后,车时凭礼服可以随便挑 谁也不知道出现副作用的人会被拉去哪里 是生是死,也没人关心 几天后,苍山再次外出工作 导师下车时,控制芯片的控制器突然没电 车上的人被音乐声折磨得痛苦不堪 而姗姗来迟的导师却没有半分歉意 今天的工作是要大家穿上带血的衣服 然后去市中心扮演遭到恐怖袭击受伤的民众 由于事件的严重性,苍山等人很快上了新闻 而小美正好看到,失踪好几年的妹妹小绿也在其中 当年,她遭到丈夫家暴,带着女儿小桃一则了之 苦于找不到人的小美,赶紧前往医院询问 谁知,工作人员却告诉她 受伤的民众已经出院 小美感到寄震惊又奇怪 从新闻上看,小绿受的伤很严重 根本不可能那么快出院 看来此事不简单 这时,一个行为怪异的西装男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在不断的询问下,男人让她去小镇找人 但前提是,假如她成为小镇居民 就表示自愿放弃外界的公民身份 一辈子不能离开小镇 为了小绿,小美只能同意 坐上了那辆通往小镇的大巴车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姐妹俩再次见面 小绿对她这个姐姐竟毫不关心 她似乎很享受这里的生活 甚至在问到小桃时 小绿这个当母亲的也是一脸默然 声称小桃在这里有吃有喝 根本不需要太操心 小美本想继续说服小绿离开 可当她追到对方房间 看到小绿混乱的私生活后 还是被吓得落空而逃 惊魂未定的她 独自一人坐在角落 想起过往的种种 心中十分自责 要是当年能对小绿多一些关心 或许她就不会变成这样 这时,苍山正巧路过 看到小美如此伤心 便上前安慰 两人就此熟络起来 从小美口中 苍山得知了小绿的过去 同时也对小美产生了好感 随后她带着对方 来到小镇御英所看望小桃 结果发现 为了防止孩子们逃跑 他们的身上都被带着链条 一个个脸色苍白 毫无生气 小美不忍看到小桃受此折磨 便向苍山提出 带上小桃 一起从这里逃出去 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苍山拉着小美去翻围栏 两人没走多远 就被刺耳的音乐声 折磨得不成样子 小美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想要逃走 根本不可能 难道这辈子 他们就只能永远被困在这里了吗 苍山告诉他 除非偷走控制器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两人找到小绿 希望他能帮忙 哪只小绿说什么也不同意 此时的他 只想这样堕落下去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作罢 可接下来的日子 他们的求生欲望 越来越强烈 终于在一天夜里 两人故意敲响警报 趁着导师出门查看 偷走了控制器 两人带上小桃翻围栏逃出 哪只跑了一夜之后 控制器突然没电了 刺耳的音乐声在脑海里响起 差点把他们折磨致死 好在关键时刻 紧追而来的导师 关掉了控制器 这才保住性命 导师将三人带上车 准备返回小镇 不甘心的苍山 趁其不备将其敲晕 三人驾车而逃 原以为能重新开始 谁知 当他们重返社会之后才发现 原来的身份已经被销毁 如今两人成了黑户 租不到房子 也找不着工作 在这个城市中寸步难行 无奈之下 三人只能生活在车里 肚子饿了 苍山就冒险去超市偷东西 这种居无定所的日子 让两人疲惫不堪 这天 小美的肚子突发剧痛 三人马不停蹄的赶往医院 医生检查后确定 小美已经怀孕 可这个消息对于苍山来说 并没有半分欣喜 她该怎么养活 这个还未出世的小生命 就在她手足无措时 曾带着苍山进小镇的导师 突然出现 原来他们的踪迹早被发现 苍山苦苦哀求 希望对方能放他们一马 可导师并没有答应她的请求 而是递给她一张 其他小镇的联系方式 声称可以去那里生活 走投无路的苍山只能同意 几个月后 大着肚子的小美 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天还没亮 苍山就准备起床去工作了 苍山走后 小美看到桌子上的两部控制器 她竟然一步都没拿走 转念一想 小美好像明白了什么 又沉默着躺了下来 因为她已经猜到了缘由 此时的苍山 俨然成了一名新导师 她穿着黄色的衣服 正在说服其他人 进小镇生活 原来 苍山最终还是认命了 他们都是一群 生活在社会最底端的人 就像是下水到底的老鼠 过着没人关心 暗无天日的生活 虽然心有不甘 却又不得不成为 上流人士利用的工具 或许对他们来说 回归社会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在这个充满冷漠的社会 活下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